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耀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木乃伊地獄集 那這邊帶大家用好久不見的獸黑金凱撒來通關 那這一隊的話我覺得算是平民啦 雖然說有這一張10抽卡 可是這個是嶄新的小獎 應該算是還蠻好取得的齁 再來的話是本耶譜 這個是輪迴的卡 現在也還開放著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可以直接去打一張 再來的話是前一期的通行證卡達閣 這個主要是用來無視工錢 再來的話是日狼的部分 那這一隻是幻化版本的 記得不要帶錯 我要在王關的時候墊吉他 對 不是墊鋼琴 要墊吉他 這樣子場上才不會灼熱越來越多 你要被對面打 好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 這個是火的邀請函 點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有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啦 好 來這邊第一關 這個過場真的是很吃效能齁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直接開凱撒的二技 那這邊我們直接大力轉一波全體齁 好 那凱撒的部分其實有加C啊 只是說暗珠沒有 因為我們這邊這一次是沒有帶上暗的成員角色 所以他的暗珠就沒有加C的效果 但也還好啦 不用擔心齁 其實你這樣加一加要超過7 還是蠻簡單的 好 來這邊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就用凱撒的技衣 稍微去把這個比較多的這個叫什麼 那個爆炸珠還是什麼地雷的 就去把它移除掉 好 那移除掉之後呢我們就一樣正常去轉就好 你技術的增傷效果其實還在齁 好 那這一回合我們就稍微去把這個叫什麼炸彈珠 稍微處理一下下 我是不是每次叫我的名字都不一樣 好 來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把它帶走沒問題 OK 好 來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用那個柯柯 好 來接著我們再補一個凱撒的技術 好 接著我們開日狼的技衣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只去手消光珠就好 剩下什麼都不要消到齁 就這樣子就好 好 來這邊直接帶過去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就是用凱撒去控那個兩組十字出來齁 那這邊就是看你自己喜歡怎麼控就去怎麼控 好 我們就是一樣去把兩組水十字轉到 這樣子就可以了齁 好 記得看好再轉齁 不然這邊的話可能會有失誤的情況出現齁 好 那因為那個啦連西魔導師也還在 所以這個傷害效果基本上是非常的足夠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 來接著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左右兩隻去把他帶走 好 最後記得停在火焰地裡面 我們這邊的話等一下要偷一下回合術 好 好 顧C 凱撒有內建無視所以不用怕齁 OK 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來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多偷一回合給他 好 那一回合之後呢 這邊我們直接開達格去無視掉他的工錢 好 那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啦 好 這邊你有開達格一樣是還有一個兩倍的增傷齁 不要忘記 好 所以傷害的部分不用擔心 好 對 而且你場上有buff的話其實又有一個減傷效果 敵人要打好像也打不死你啊 所以更不用擔心齁 好 來接著第五關 好 來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我們一樣先一回合送給他 好 一回合之後呢我們補一個凱撒的忌惡下去 好 那補了之後我們再一樣1C送給他 好 那他現行之後呢這邊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就好了 你消到火珠也沒有關係 因為凱撒有內建無視反手消齁 所以一樣不用怕 好 兩回合內有去送走他就可以了齁 不要讓他白爆炸倒數到就好了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王1 好 那王1的話我們先抓角色珠 阿不要抓本野普的 你要抓誰都可以 你就抓一個你好銷的位置 這樣子先一回合送給他 好 這邊的話目的是為了上他狀態齁 好 來 上了狀態之後 這邊我們把本野普的忌惡打開 那我們再開忌1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凱撒齁 去控制數字2 3版面出來 你就抓一個你比較好轉的 像這樣就已經排好15顆 你就等於說額外再找8顆就可以了齁 好 OK 來 這邊就直接送給他 好 那個柯柯斷掉的話可以補下去沒關係齁 我這邊是甚至忘了補齁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日廊去電擊他 然後我們就直接空轉 空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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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阿這邊的話我們就再把柯柯補下去 你如果剛補下去這邊被復銷也沒差 你另一隻凱撒還是完整的 可以好好的利用齁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再補 這邊原則上就是大力轉啦 沒有其他的訣竅了 好啦 那以上這邊就是獸黑金 凱撒通關也是一次雙成就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齁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